香港知名影星钟楚红 有很多电影成名作品 他同时也是一位摄影家 有20年的摄影经验 他走过香港大街小巷 甚至是搭上直升机空拍 镜头下捕捉了香港华丽的夜景 但同时也呈现香港很少见的 大片稻田还有翠绿山巒的自然美景 打铁师傅 高饼老板 海鲜摊贩 九张捕捉传统记忆师傅的校园 这是影星钟楚红最喜欢的照片 也是香港的打拼精神 里面可以看到有非常多 都是传统艺术的电夹手工艺 他个人非常喜欢手工艺 就是因为他觉得有很多 就像自然啊 还有一些传统的手工艺 都在很快的都市生活中 慢慢地消失 所以他这次也特别想要用影像 记录下他所生长的香港 还有一些就是非常平民的生活 搭上直升机 仲持宏拍下香港迷人的景色 世子山下万家灯火 以及夕阳下的维多利亚港 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香港繁华 那这次的主题其实分成两大部分 一个就是自然景观的部分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比较城市人文的记录 他两次搭上直升机 然后去做一些空拍的动作 然后就是想要把一些可能平常 让大家生活在都市中所看不到的香港 记录下来然后呈现给大家 钟楚红接触摄影已有二十多年 平常就喜欢走入人群拍摄 深入九龙星界 甚至是搭上直升机空拍香港美景 香港最后一片稻田 翠绿的山峰 看见我们不太熟悉的自然风光 钟楚红的摄影作品 慈善意卖后将全数捐献 以实际行动爱护他土生土长的香港